罗姓嫌犯上班的地点 疑似就在这处瓦斯航 虽然在瓦斯航上班 但大专一夜的嫌犯 被警方比喻成智慧型犯罪 每个行动都经过策划 看查现场三次掌握了保全 较松懈下班前的时间来下手 直到原警会依交通工具来追查 罗姓抢匪改搭计程车到银行附近 小跑步抢劫后又搭计程车离开 下班时间犯案为了掩饰 选择下班交通减缝期 还换衣服变身 从容不迫的开车接女儿放学 旁人完全看不出异状 做案的那个玩具枪子 它都丢弃在有一个垃圾子母车 那因为据我们了解 它四点多的时候 那个垃圾车已经收走了 看似缜密的计划 却忘了台中街头 这个天罗地网似的监视器系统 重回银行附近 不管是店门口还是街道 随便数数超过10只监视器镜头 24小时录影监视 让警方轻易的掌握 逃逸路线查出嫌犯的身份 沿线的调阅都没有中 几乎没有中断 所以说它整个在 店庄以及它整个逃逸的路线 我们都可以掌握的疫情热除 警方强调能在12小时破案 主因是台中市区监视器很密集 嫌犯低估警方透过监视器 厘清路线的能力 摩高一尺倒高一丈 要挑战警方办案功力 拜科技发达可没那么简单 记得陈广瑞台中报道